念佛功德 从真心起 这一句话很重要 为什么现在念佛 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少 谁用真心念佛 那个人就往生 不是用真心念佛了 他不能往生 跟净土结个善愿 来生后世 哪一生你用真心 哪一生就往生 我们过去生生世世修这个法门 就是没有用真心 就没去了 现在又碰到了 碰到这次要注意到了 要用真心 用真真心 什么是真真心 对于这个世界 没有理念 真心就先进 这个世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一场梦 我们现在做的梦是卧梦 不是美梦 太平盛世是美梦 我们做的是卧梦 一生 生活着战乱 小时候 军阀各局 学会懂吧 11岁 终日战争爆发 在八年抗战 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二十岁 所以夜深都生活在冬阑当中 真正知道人间苦啊 摄迦摩尼弗 夜深不见到场 过流浪的生活 我体会到啊 为什么 流浪的生活 知道人生真苦 有出力的心 如果的时候 富裕的生活 他就不会有种念头 这是不错 很好啊 他不想往生了 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所以佛法 是以戒为私 以苦为私 非常有道理 生活有一点苦头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 产生 处理 不想在这个地方再处理 真心就生出来了 没有留念了 心能清净 能平等 顺境善语 没有贪念 逆境沃远 没有成会 心才能清净 才能够平等 清净平等心 就是真心 生活 工作 待人解雾 一切岁月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没有对立 没有成绩 没有我想怎样 我要怎样 没有 都是语言 大家欢喜都好 都快乐了 对于 对于 所有一切现象 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控制的念头 我们拥有的 我们拥有的一些财物 别人拿去了 我很欢喜 他用我用多用 都一样 很自在吗 很自在吗 绝对不会说 这房子是我的 这个东西 这个物业是我的 没这个念头 你就得自在 你要有这个念头 你就操心 你患德患识 没有德识的念头 得到 好 丢掉 也好 不在这里 起心动力 所以 这个 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说这些 连生命 也无所谓 生死 是自然现象 生死是物质的身体 这个东西 有生死 像衣服一样 救了换一件 灵性 才是真正的自己 不说灵魂 灵魂 灵魂迷惑 它没救物 灵魂救了 叫灵性 那真的自己 因为灵魂迷了之后 它出不了 遛到灵魂 觉悟了 它超越 超越的时候 它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要修灵性 比灵魂还要高一级 灵魂